第四個爭議 接著我們就講下一個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香港立法會選舉安排的爭議 整個疫情 我們香港是由2019年的年尾 來到現在都接近9月 這一部分我想講的是 整個疫情對於香港在政治方面 有什麼影響呢 當中又有什麼爭議會在背後呢 就是講這個立法會選舉 當然在拍片的這一刻 其實立法會選舉已經決定了延期 就延一年了 但是之後又有其他余波 就是立法會的真空期怎樣處理 留任還是不留任 又或者現在我們香港政府想去推行的 全民檢測 但是全民檢測的時候 其實就是將那些人聚集在一起去做篩選 其實為什麼又不可以選舉 但是又能夠將那些人聚集去做病毒的測試呢 先看看信念先 信念就是講究竟是疫情告急 所以不要排隊不要選 所以譚耀宗就倡議立法會就要選舉延期 強調是考慮市民健康 是不關選情事的 怕輸就認 不要再賴疫情了 有一些這個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都說 其實選舉延期是為了保皇黨爭取時間 拖垮抗爭活動所凝聚的民氣之而此類 我不是講那麼多政治 我只是想講究竟每個人的側重點在哪裏 在信念問題 他相信是疫情告急 也有人相信是選情告急 兩個人都沒得還錯 疫情之下延期選舉 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贊成 安全唯先 反對 沒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觀望可以多看一會 其實你會發現 社會不同的持份子的取態 的確可以在左中右都會有 支持反對 但有人會覺得 先看好一點 先看好一點 我們再決定行不行 如果疫情開始 有放緩跡象 沒有那麼多本地爆發 其實當時選舉也沒有問題 那就繼續去吧 因為選舉工作的事情 做了不會浪費 文件的事情不會浪費 接著就去到態度問題 態度又是那些 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那究竟是疫情政治化 還是政治疫情化 在這裏我當然要解釋一下 疫情政治化 和政治疫情化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疫情政治化 就是說 有人會認為 有人借著疫情去打政治牌 也有人會認為 現在是政治疫情化 就是行常的政治活動 例如立法會選舉 受到疫情影響 導致有所變動 這個變動可以是延期 當然現在延期 也都可以是 在選舉情況 選舉程序 是會有所變動 例如開多些票站 進入票站 當中的衛生設施 要做得足些 之如此類 所以有人會覺得 有人會借著疫情去搞政治 但是也都有人會覺得 政府是藉著疫情去做它的決定 所以為什麼說 疫情政治化 但也可以是政治疫情化 政治病了 政府病了 這就是這句 疫情政治化和政治疫情化的意思 因為這兩個字眼是我作出來的 所以可能大家未必明白 但我希望 講解完之後 你們會明白 什麼叫疫情政治化 和政治疫情化 嘿嘿 不是 還是延期多久才滿意呢 延期14天 延期一個月兩個月一年 還是直到香港沒有疫情為止呢 所以倡議延期 譚耀宗說建制派選情並非主要問題 這個也是值得去思考一下 譚耀宗說建制派選情並非主要問題 如果不是主要問題 那會不會是次要問題呢 他也說的 首要就是疫情和市民健康 這個對的 譚耀宗有沒有說 將建制派的選情完全拒諸於 排除於這個決定之內 那他沒有說到 但是我們會知道 究竟他是疫情政治化還是政治疫情化呢 即是民建聯的選情 現在他們會覺得 嗯 疫情太嚴重了 好吧 我就不選住了 犧牲大少少了 好 黃黨就說 疫情爆發 9月立法會選舉要延期了 而事實上呢 在這個疫情爆發的話 其實有超過30個地方 都是如期有選舉的 那當然啦 有不同地方如期選舉 亦都有不同地方 是會延遲選舉的 的確是有的 那只是差在 大家做的時間是甚麼時候呢 或者在當地的政制 是否在說州政府啊 或者在當地政府 他們有自己的 自己的決定權 跟著啦 也都有人會覺得 其實如果 真是害怕的 就參考一下其他地方 新加坡 他們都會有大選的 他們要怎樣做 量體溫 消毒雙手 戴積氣手套 其實這類型都是說 我們現在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去餐廳就是探體溫 有支消毒洗手液的 你都擠來擠一下擠一下吧 其實這些辦法 可不可以都放到 立法會選舉入面呢 跟著啦 延期多久啦 湯家驊就說 條例呢 規定最多只可以推遲14天 但是理論上 可以無窮使用的 延完再延 就是14加143加14又可以 那現在一年加一年加一年 又行不行呢 那當然啦 現在人大就說 是不少於一年 那即是說 可以是一年 或者多過一年 那這個就是延期多久呢 14天 3個月 6個月 還是一年呢 當然啦 價值觀 社會整體利益 還是人民權利 更重要呢 公眾健康更重要 還是選民權益更重要呢 那有人說 然後選舉會令到很多人輸打贏 看到現在會輸就不選 那這個都可以是政治考慮 是不是 那但是 也可以健康考慮 建制派都有說 那押後這個立法會選舉呢 那就是說 不關這個選情事的 是疫情來的而已 就是怕很多人聚集排隊了 那疫情就會大爆發 那搬了上大灣區的人 回來 14天就沒有地方住 那怎麼投票呢 那這裡當然有漏洞 待會我們再說吧 那何柏良也有說 這波疫情呢 都可能是關於 這個 餐飲場所啊 或者病患者 生活多姿多彩多 所導致 就很少聽說有排隊的群組 那其實在 11月尾的時候呢 香港都是有這個 區議會選舉 是不是 又或者 在過程當中 亦都有拖選 那其實也沒有一個科學證據顯示 他們是會有一個爆發的風險 只要大家真的有戴口罩 保持到一個距離的話 其實是應該安全的 做足防疫措施 排隊有限距 仍然擋不住人潮 其實想反映的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 現在政府就會說 當有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排隊 排隊就會爆發 這個疫情的啦 再次爆發的啦 那其實在這段期間呢 在這個限聚令也好 禁堂食也好 大班人外賣啦 但為什麼又會容許 排隊買外賣 但又不容許排隊投票呢 那你會發現 有些地方呢 他之所以舉行到選舉 那波蘭這些呢 天天都在爆的 是不是 韓國那些呢 咦? 爆到差不多了 緩和了 我又舉行了 所以有沒有畫一條界線 去說 有些地方 他們搞到都是因為 疫情已經是 緩和了 沒事了 他們就選到咯 我們發現 原來是有些特別的例子 波蘭也好 新加坡也好 其實他們都叫做爆發的 數字 不是變低的 所以你會發現 究竟 疫情 還是選情 哪一樣重要的 的確都是一個價值觀的考量 然後去到利益的爭議 內地支持者 究竟他的權益會不會受到剝削呢 社區會不會再面臨一個疫情爆發的危機呢 立法會的議席 立法會真空 究竟這件事 香港人會不會都受害呢 有人會覺得 譚耀宗鬼拍後尾枕 就會說 居住在內地的港人 回到來沒有地方住 因為已經搬去大灣區了 但選管會的網頁是有說的 一般而言 你要符合下列的條件 才可以登記成為 當區的地方選區的選民 就是通常在香港居住 即是說 如果你已經搬去大灣區 在香港沒有地方住的話 其實你為什麼可以在香港選到呢 這是利益問題來的 香港居住的選民 自然當然有選舉權 但你不是在香港居住 你在大灣區居住 在香港沒有物業 不是經常在香港居住的 那為什麼你有投票資格呢 譚耀宗說到出口了 他是怕居住大陸的 數以萬計的保皇黨選民 不能回到來投票 你會發現 對於他們的選情來計 裡面是有十幾萬票的話 哇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然後又是譚耀宗了 人群聚集票站 就要評估風險了 疫情不是藉口 每個地方都會確保辦法去有選舉 港府就提請人大 富權本屆立法會延任多一期 這也是說立法會真空與否的問題 立法會議席的十幾萬票 能否下到來呢 就是一個問題 選不到的話 立法會真空 那誰做當年的議員呢 當然現在人大就說 就是比我們的原任議員延續多一期 但有沒有人做到 有沒有人做不到 或者有沒有人會覺得不連任呢 或者有沒有人會覺得 我不再做下去了 當然這些都是政治爭議 我只是想說 疫情底下 導致到立法會選舉 安排是有變動的話 所引致的爭議 這些不是政治爭議 除非有人會覺得 疫情政治化 但也有人會覺得 是政治疫情化 是個政治立法會選舉 受到疫情影響 也有人會覺得 有人借著疫情去打政治牌 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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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去到 議題無限 題營有限 今次我想說的是 四款題營 現況 因素 建議和手段目的 現況的 不難理解 從全球化角度去分析 國際航空樓 對本港的重要性 在上一節 我們就是說 海洋公園 國泰等類型的企業 所以從全球化角度去分析 例如香港 我們的國際機場 對本港的重要性 是否只是說 旅遊業這麼簡單 原來還有物流業 運輸業 是不是 因素 從公園的定位 本港的經濟前景 以及鄰近地區的競爭 這些角度 或者從這些因素去看 分析政府應不應該撥款 去解決海洋公園的營運壓力 當然 雖然整個議題 感覺上好像過了去 就是 現在就說撥了 但都可以爭辯的 是不是 建議 提出及解釋 增加海洋公園對本地居民 及遊客吸引力的可行建議 其實你會發現 跟我們當初說海洋公園那一部分的信念 價值觀 態度 利益衝突 其實都是很關聯的 增加到本地居民 或者遊客的吸引力 可行建議 我們真的可以從信念出發 為什麼香港人不去海洋公園 因為我都不覺得海洋公園是對香港人的 即是說 你可以從這裏找出一個突破點 就是原來要增加本地的元素 去吸引本地的居民 是不是 接著手段目的題 補助計劃 是有助穩定勞工市場 以補貼是能否持續舒緩企業 和僱主的營運壓力 限聚令是比延後立法會選舉更加有效 去控制疫情 或者反轉都可以 或者支持我們一些罪的題目 限聚令是最有效的 又或者延後立法會選舉是最有效的 從而我們又作出一個辯論 其實都是說 我們之前說的信念態度價值觀利益的爭議 有人說限聚令是有效的 因為能夠避免到人群聚集 延後立法會選舉 其實不是也是這樣 只不過一個是大規模 一個是小規模 一個是針對選舉 一個是針對日常生活 誰是有效的呢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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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